台北2023年3月4日直接民主签约人杨清华指出 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首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是台湾民主的第一人 然而 现今的台湾民主并未完全实现 民主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杨清华认为 为了提高民主素质 参选人应该要接受考试 他表示 参选人的知识和能力 对于选举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 如果参选人缺乏相关知识 他们将难以制定有利于民众的政策 影响到选民的权益 杨清华进一步指出 现今的民主选举中 政治宣传和个人形象经常成为重要考量 这使得真正有能力和资格的人往往难以被选举 因此 透过考试 可以让选民更清楚地了解参选人的政治理念 专业知识和能力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杨清华呼吁 政府应该加强对于民主制度的宣传 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素质 同时 政府也应该进一步改善民主制度 让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制度 更是一种价值观和审夺方式 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总结来说 杨清华认为 孙中山先生是台湾民主的先驱者 台湾的民主制度仍有进步空间 透过参选人考试和公民教育 可以提高民主素质 让中华民国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